今天幸福女士 我们要带你来这间饭店 其实之前我们就介绍过了 它是上海总会的前身 所改建而成的 整个空间的风格呈现的是一个 浓浓的英诗古典殖民风 来到这一间饭店 有一个是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的 就是它的红丝绒下午茶 你一定很好奇 这是什么样的下午茶呢 我们一起去品尝看看 你就知道了 到底什么是红丝绒下午茶呢 为什么所有的女性朋友都梦想 在某一个午后 可以跟好朋友在这个地方 说说话 知识东西呢 我们请当心来告诉大家咯 红丝绒下午茶的名称的由来呢 其实是在纽约的本店 它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红丝绒下午茶 当它在海外设立这家点的时候呢 就会把延续红丝绒下午茶 在这个地方落成 那现在呢也变为这个当地的 女性非常喜欢的一个下午茶的空间 听说预约都不行对不对 就是在现场自己来排队就对了 对 它生意非常的好 不过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在今天在这个空间当中 是很多女性朋友最喜欢的 一个下午茶聚会场所 可是你知道在早期 女生是完全不能踏进这个空间一步的 对 在1910年代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地方是英国生事 在这边阅读一些报纸时事 然后阅读的一个阅览室 所以女生跟小孩是不能进来的 所以当时英国生事可能就是 还会在这边高谈阔论啊 今天发生了什么新闻啊 什么事情的一个空间 对 很真的很特别 以前是女生不能进来 现在竟然变成是 女生最爱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下午茶空间 这整体的风格 一样是英式的古典的风格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一样它在天花板的部分 是非常的精雕细作 就是真正道地的英式的古典风 那英式的古典风里面 它就会加入很多深色的这个柜子 像比如说它现场的这些柜体 树柜的感觉都非常的经典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现版的收框的感觉 像我们在很多的美式风格 可能见到就是说 它的色彩跟白的之间的感觉 是非常差异性非常大 可是英式的风格呢 它的线条就柔和许多 颜色的感觉柔和许多 那因为这个地方呢 也叫做红饰楼下午茶 顾名思义 你可以看到现场很多 红色的布曼啊 红色的椅子 对 它感觉就是非常的高雅 女性 很女的 对 女生都会非常喜欢这样的空间 而且呢 这个空间我最喜欢的就是说 它摆沙发落座的方式 你看 它的沙发 每一区每一区的摆法 其实都不同 角落呢 它可能用一张山人 加两张单人的椅子 款式都不一样去做摆设 那有的是皮椅有钉扣的方式 每一桌的感觉 其实都很不一样 其实这样子的落桌方法 我觉得会是深受女性青睐的耶 对 你就会觉得 这个角落是我的 那个角落是你的 其实坐下来的感觉 是很有安全感的 虽然它们有一个很明显的隔间 要区隔每个区域 可是它这种落桌的方式 自然而然 我们就是一个小圈圈 对 那边就是另外一个死挡的小圈圈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这是所谓殖民时期的风格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吊灯跟吊扇 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元素 OK 观众朋友 这些你喜欢吗 还有一个我想提醒你不要忽略 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壁炉 这也是经典 很经典的 对 不过我们平常看到 可能当心作品中的壁炉造型 是比较四四方方形的 那它是属于比较有弧度的 对 就是说英式古典的 它的线条的感觉 是比较金雕跟跨式的感觉 那我们可能回到住家的时候 就会稍微再把线条收敛一些些 可是像这样子的空间形态 我们把线条整个表现出来 效果就会非常的好 OK 好 我们现在介绍给你的是 喝下午茶的空间 接着下来晚上我们该去哪边呢 晚上我们要带你去一个 非常著名的酒吧 今天下来我们要带你进来的这个空间呢 在20世纪初 它是上海总会的 其中一个狼巴的所在地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 在当时呢 你不是想进来就可以进来的 也不是你有钱就可以进来的 在当时呢 1910年的时候呢 其实这里是 政商名流一个聚集的场所 就是你不是有一定的色金地位 你是不能够进来这里的 就是光有钱台大七出 你还进不来这里 对不对 但是你进来以后呢 座位是有一定的 你的色金地位越高 你就是往里面坐 你的色金地位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你只能坐这里 所以我们两个是很之前 没有什么色金地位 对 因为我们坐离这个 进门的地方很近嘛 对不对 那像我们现在在坐的这个吧台呢 其实当时很多很多 商业的这些谈判呢 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哇 有历史意义 对 这个吧台呢 是当时远东地区 最长的一个吧台 它的长度有34米 哇 好长喔 而且现在呢 饭店呢 精心看着照片 精心整个把它修复之后 就是我们可以 可以重现当时的一个原貌 所以你看这个吧台的设计呢 它整个是用红心木 整个去把它做成的 然后包含就是说台面呢 它用白色的食材 其实这个是比较经典的 英式的殖民风格 就是深色搭浅色的感觉 深色木皮搭浅色食材 对 那包含看我们整个空间也是 它是一个英式殖民时期的风格 就是说你会看到有一些 所谓我们就讲英式深色风嘛 我们常听到的 就是说我们底下都是用深色的 就是天然木皮跟石木线板 去雕琢而成 然后在上面的部分呢 我们可能天花板不是做的 就是深色木皮拉到一个距离以后 天花板整个拉伸 那天花板的上面呢 其实就是英式古典风 那英式的风格就是它的 带色的感觉 它不会那么的强烈 所以看起来是比较柔和的 早期的时候呢 它在于现版的雕琢 是比较讲究的 对 OK 所以它的深浅搭 除了八台之外 我壁面跟天花板也是深浅搭 对 我喜欢它这个展示酒的方式 它有点像我们家里 可以展示酒柜的那种空间 对 就像一个精品的方式去做展示 另外一个墙面我觉得 这就是我常看你有所谓的相片墙的空间 对 所以它整个萎缩起来就是一个 真的非常英式殖民的风格 嗯 大家会问我们说 来到这酒吧 我们两个最想喝什么酒 我有听说一定要喝有一款 就是在他们纽约这个饭店 它的Bartender有自己特调的配方 但是我会建议如果像我们女生来喝 要喝那个伊丽莎白女皇 伊丽莎白二世 英女皇 她最爱喝的一种口味叫Zaza 那是Bartender依照她的喜好所特调出来的 这个是比较柔顺 然后比较甜的口感是适合女生的 对 那它在这边呢 它有就是说空运过来的一些生蚝 嗯 就摆在那个白色的食材上面 就是说如果你夜晚来这边 嗯 除了享用鸡尾酒之外呢 嗯 还有一些新鲜的生蚝可以享用 我有看过酒吧 但是有生蚝吧还蛮特别的 对 而且它的生蚝吧的背后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背景 嗯 那它是一个 一样用深色的木头去收框的感觉 嗯 然后它的里面呢 其实是用复古的 类似像马赛克的复古砖 嗯 去做一些堆砌而成 然后让这个吧台变得 层次更丰富 你就会觉得那个生蚝看起来更好吃 对 而且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墙面 有复古 然后有英式植名风的味道 对 OK 观众朋友我觉得 通常我们住酒店的时候 你可能匆匆只睡个一晚 可能第二天就走了 但是如果你有多一点的时间 我会建议你下午就吃 我们所介绍的这个红丝绒下午茶 晚上来喝一杯小酒 你会觉得今天的行程其实也还蛮丰富的 对啊 OK 今天非常谢谢张欣 原首级百年酒店最经典的西餐厅 装潢设计的独特风格 下周请你跟着幸福旅行去瞧瞧哦 优优独特风格 和声派研计的独特风格 我优优独特风格 在这两个小时